《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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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世界,不能不多历史。 有历史的这个尝试,对于国家民族,对于世人,有个特重的感情。 这感情非常可贵。 我们是一个族群。 我们既族,追到远古,一代一代。 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五千年。 五千年,多少代,多少祖宗,他们的经验,他们所感悟的。 我觉得古时候感悟不困难。 为什么?心底清净,容易开悟。 随着古时候,像孔子、老子。 这些人,如果称在印度呢? 印度人称他做佛。 佛是什么?佛就开悟了。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大乘佛叫世相。 完全通达明了。 就是这佛。 印度释迦牟尼佛如果在中国, 他就地位着孔子、老子。 他称他为子。 是一桩事情。 他们所悟的。 悟到之后,最可贵的, 他行就到了。 他用什么修身? 用他求无之后的智慧。 真诚、忠厚。 四为八得他用这个来修身。 表现在外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冷静,闭着眼睛想一想。 那是什么世界? 那就是宗教里讲的天堂。 净土里面讲的记录。 从哪里来的? 自行里头本来就有。 不在外头。 只要你把你自己的障碍除掉。 障碍是什么? 烦恼、烦恼、吸气。 你住在人间。 你要能够转过头来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从哪里转? 在日常生活当中。 行什么行? 就总要知道。 行是行为。 念头是意义的行为。 身体的行为、身体动作。 语言是口语的行为。 身口语,三意行为。 错误的,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错误要想能自己发现。 自己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误。 有标准的。 这个标准叫道德。 在佛话里面叫戒律。 修什么? 修情谨心。 我们眼见色。 深聊、喜欢、爱他。 这算是善的念头。 善的行为。 如果是恨他、怨恨他。 那就是误的行为。 怎么修法呢? 这个情与爱跟这个反面的误的行为。 不会起来。 不会接着动作。 所以言在色诚上修定。 就是修不起行、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不起行、不动念是佛。 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 菩萨分别执着。 他还是起行动念被断。 起行动念断掉了。 成佛了。 所以经济我们也结束了。 天天在练的。 我看这个人。 看这个房子。 看这个树木花草。 有没有起行动念。 起行动念里面有善窝。 善的还可以。 窝地要造果报。 有善窝果报。 所以离开六成到哪里修? 没地方修了。 那不会成功的。 所以一定要懂得。 在哪里修? 在六根。 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放光是指你求物。 你不迷。 动地的时候, 那是你的定。 你去开悟。 今天动地。 回过头来, 再看看我们中国。 如是道。 看如看到。 跟老祖宗所说的一点差别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明了。 我们老祖宗里面很多成佛的。 很多成菩萨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读了, 你能看到了。 这个求学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 不只是在人间。 有学问。 有道德。 有操守的人。 有好人。 不只。 刚刚进入境界。 真正成佛的。 成菩萨的。 很多。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清楚。 说得很多了。 还是迷惑颠倒。 就没开悟。 开悟了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开悟之后, 这些宇宙什么样子。 这人生什么样子。 金刚经人说得清楚。 今天很多。 金刚经特别殊胜。 什么原因? 他简单。 分量不多。 讲得清楚。 几乎讲绝了。 戒定会三学都讲到了。 用这一本就能开悟。 经上说。 佛告诉我。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这是凡夫境界。 每天在虚妄境界里面。 其心动念分别之处。 这里头有做善业。 有做卧业。 善业感觉天堂。 卧业感觉地狱。 天堂本来没有啊。 地狱本来也没有啊。 自己造的啊。 一切为心造。 整个宇宙怎么来的? 唯一心所现。 唯一时所变。 讲得清楚。 简单明了。 心有真心往心。 大乘教。 教祖祖发现。 迷了。 教祖祖保释。 保持不迷。 好啊。 知道是统统都是假的。 应该什么态度? 如如不动。 所以言尽色。 如如不动。 不弃心不动念。 眼睛在四相里头修行。 一般人会弃心动念。 会分别执着。 弃心动念是迷。 迷了。 分别执着是造业了。 那就更严重了。 所以目前所搞明白了最殊胜的修行的理论、方法、境界都在佛心里头。 道理的有没有? 如理的有没有? 有。 如果跟佛所讲的一样。 所以我们就肯定 中国古人仰圣人 就是印度人仰的佛陀。 讲的诚人 就是印度人仰的菩萨。 佛菩萨是我们每个人自信本有的 不是从外出来的 圣贤的教育 无非是把自己找回来而已 找回来 你本来是圣人 你本来是闲人 你本来是佛 本来是菩萨 句句给你讲真话 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假的 根本不存在 现在人懂得 有一点量子力学的常识 就能理解 非常可惜 你没有用它 你用它 你成生成闲 你以为这个常识是什么 你不会用 这个常识是什么 就是时间跟空间 时间 我们想的 今天这一天过去了 能不能再回来 不能了 今天这个我 你会想到 今天这个我 跟着随着时间走了 我在那里 昨天的我没有了 昨天的我没有了 到明天的时候 明天我出现了 今天的我又没有了 那么它存在时间 到底多久 就是自信 真心 真心现象 它没有造作 它没有 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没有这个 这是真心 起了这些念头的时候 我忘心 我忘心就造业了 但心就动了 说佛 没有别的 六根在六层上 就是言耳鼻血身 在六层上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修正 你才动念 错了 你迷了 本来没有啊 你怎么会 这么执着呢 所以真心 会被它找回来 真心出现了 忘心没有了 忘心没有下 所有一切烦恼息机 全断了 忘心没有 得大自在啊 是真快乐 我愿意赐功德 庄颜佛情图 上宝似宠啊 下起散途苦 若有些温柱 洗发菩提心 今子已报声 同上寄了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